刘振东的大名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大家对他的印象有非常大的差异化 喜欢他的人说他成就了该朝换代 讨厌他的人说他只是一个高堂扩论的四眼苏生 作为政坛军师的刘振东 是如何为希望联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这集的特条我们就来聊聊失算的政坛军师 刘振东 那今年45岁的刘军师出生在雪兰儿苏邦 那据说我们的刘军师是神迹妙算刘伯温的第18代玄孙 好了我知道我吹很大 Langet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的刘军师就读光华独钟 当时还是少年的刘军师可能是受到的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影响 那刘军师在中学毕业过后就到了澳洲国立大学主修政治学 毕业过后的刘军师回到了大马 非常迷茫啊 不知道要干什么 正好1999年正是大马烈火莫西运动的开端 那刘军师在家门外初次见到了不适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的党旗 那刘军师心生意气 反正自己也是政治学的毕业生嘛 干脆就来个参政 那当时还是精神小火的刘军师跑到了家附近的选区服务中心填了入坑表格 啊不是是入党表格才对成为了党员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啊 为什么刘军师当初就不要加入强大的马滑工会呢 可能啊刘军师觉得当时候的马滑工会时常爆发党争 没有他用武之地 所以啊 加入行动党是刘军师最佳的选择 虽然民主行动党不是很民主 当时候的行动党啊 可是一穷二白的政党 那刘军师为了维持生计啊 写书成为了刘军师的主要收入来源 出完的书啊 都是分析大马时下的政局分析 当时候的行动党啊 正好处于缺兵少将的尴尬窘境 作为党员的刘军师就被行动党高层委派上阵竞选国会议员 而这次的选举彻底改变了刘军师的命运 2008年啊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命运 当时还是精神小伙的刘军师当选为升旗山国会议员 那击败了当时的民政党强人老歇啦 行动党在全国大选点燃了许多大马华人的希望 那我们的林大雄意外的成为了槟城州首长 刘军师成为了林大雄的策略顾问 AKA首席军师 帮助了林大雄制定了不少会民政策 但是成效并不大啊 毕竟躲在槟城 让刘军师的才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2013年的全国大选更是推高了改朝换代的浪潮 刘军师为了响应行动党高层开辟新市场的政策 单枪匹马南下柔佛单挑老和 刘军师赢下了柔佛居然国会议席 当时的选举啊 行动党可是撼动了老屋的堡垒 柔佛州啦 那么柔佛州可是老屋的发源地 可以被刘军师这样轻易的撼动 证明了刘军师也是有两把硕士 可惜老屋还有很多票仓囤在东马 改朝换代只是个口号 而改朝换代的浪潮也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退了 镜头来到了2015年 老安被吉吉安算 与此同时啊 老马和老丁因为反对吉吉的一马公司案 双双被吉吉像扫垃圾那样扫出家门 那么我们的刘军师啊 可能看过周星石的九品芝麻官 认为只有坏人才能治理坏人 就找了党高层建议收编老马和老丁 利用他们的矛盾来击败吉吉 刘军师也明白党高层对劳屋内部的网络构造不是很了解 胆打毒斗还是很难取胜啊 党高层也觉得刘军师讲的话非常有道理 毕竟啊这两位大神在当时候是最有实力可以对付吉吉的 那行动党和公正党党领导就找来了老马和老丁谈判 老马和老丁也不傻 知道这两位苏敌找他们可不是吃饭喝咖啡那么简单 刚好老马和老丁也有需求要打倒吉吉 双方一拍即合 就地成立了没有希望的希望联盟 刘军师也算得出老马和老丁的心计 就为这个联盟设定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 但是老马和老丁可是在官场上混迹多年的江湖老屁股 这些附加条件怎么能难倒他们呢 老马和老丁就成立了不是很团结的团结党 话说刘军师也非常清楚这两位江湖老屁股的小九九 一旦由哪一天团结党和希望联盟翻脸 抽身而退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刘军师也猜到这两位江湖老屁股只是利用希望联盟来铲除异己 但是奈何目前的情况来看 老马和老丁是打倒吉吉的最佳组合 为了大局管 刘军师也就昧着良心为这两位擦屁股 讲好话 2018年的全国大选可是非常戏剧 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对王的终极之战 小卫子对垒刘军师的较量可是非常精彩 刘军师可是超级投铁的人 身先士卒攻打小卫子的安全选区 小卫子也不甘示弱 选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作为柔佛扛霸子的小卫子 在这些选区经营多年的他 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挑战的 刘军师掐指一算 认为自己的胜算很高 毕竟当时候的选举情绪已经到了顶峰 所以刘军师的分析非常到位 选举终于开打了 开票夜当晚非常紧张 那么刘军师在小卫子的选区一直遥遥领先 基本上小卫子可以承认败选 但是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小卫子的票数突然间像坐火箭那样直穿大气层 刘军师一时之间也不知所措 他在掐指一算 原来他算漏了小卫子有终极武器捏在手里 至于是什么终极武器 欢迎大家猜一猜 虽然小卫子的终极武器很好吃 但是正式出炉的选举结果非常尴尬 小卫子只是以微差的票数显胜刘军师 虽然小卫子胜出了 但是脸上挂着大血的尴尬 因为马华在2018年的全国大选 只剩下小卫子显胜 用林俊杰的歌词来形容就是 输了你 赢了世界又如何 你成渴望的梦 那刘军师差一点就能击败小卫子 但是选举就是选举嘛 多一票也算是赢 刘军师在这场王对王的对垒中杀欲而归 幸好柔佛州的大选成绩还不错 那么刘军师的牺牲 换取了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 刘军师的陨落让大家都非常的惋惜 虽然刘军师在大选中落选 但是获得了政府的提拔 成为了上议员 刘军师的脸上挂着大血的尴尬 同时他喜欢嘲笑别人通过上议员的门路 挡上部长 但是自己却败选过后通过上议员的门路 挡上了副部长 那么我们的刘军师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还好顶头上司是我们很可爱的老纱布 刘军师就放心的当他的副部长了 可惜也是老马在2020年 以回家要抱孙子的理由 辞掉了大马首相的位置 内阁彻底解散 我们的刘军师失业了 失业过后的刘军师决定痛定失痛 立兵默马 在政局动荡的时候 安静为希望联盟出谋划策 分析选举结果和局势的走向 那么话说 小飞和刘军师合作无间 制定了一系列的选举策略 帮助希望联盟赢得选举 小飞利用大数据的杠杆 来制定选举口号 刘军师则为政党候选人排兵布阵 两人携手合作 在希望联盟各个成员党的共同努力 成功在第15届全国大选成为了国会最多议席的阵营 刘军师也一喜前此 光明正大的赢下了楼佛州公主城的国会议席 但是这次的大选非常尴尬 出现了大马建国史上第一次的玄制议会 刘军师吸取了过往的教训 和老安建议说老扎比老马和老丁好拿捏 而且老扎曾经是你的马仔 驾驭老扎比较容易 那么老安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老扎也是老安安排的一个棋子 那么老安的戏份做足过后 就邀请老扎加入了不是很团结的团结政府 刘军师再也不是后门副部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因为坚持不懈而伟大 大丈夫能屈能伸 输了一次没什么 只要在奋斗的路上 肯定就有翻盘的机会 这次人物就会久 每个人物都是被特调 我们下集见